怎么样 开了一天啥感觉啊 啊 这车啥感觉 没感觉啊 跟我那一样有啥感觉啊 有没有跟之前不太好的地方 呃 那个做工我感觉它剪裁了 它这个做工啊什么的 跟我另外一台车不一样 它像之前那台这个是那个 是那个镀金的 是镀银呢还是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但是现在它弄成是塑料的 就是材质上不行哈 那这比如说这面还是什么 无所谓了 我就是因为它电池能好一点 电池开的久一点就就就就好了 那这新车有没有什么bug啥呢 bug 目前还没 特斯拉有bug才是正常的 没有bug是不正常的 但目前还好 没看见什么 呃 不正常的不正常的地方 现在还好 车窗没事是吧 车窗那都不算是bug了 哈哈哈 那是正常的现象 那不算bug 这车窗关不上是吧 不是关不上 它就有的时候会跳上去 然后再自动再弹下来 然后但是但是我已经研究出来 怎么去去解决它的这个这个问题了 怎么解决 就是一点点往上升车窗 不让它自己往上升 呵呵呵 这个解决方法 嗯哼 好吧 轩轩你感冒了 是吗 这意思是哪里达斯啊 方学文 你好你好 王坤 叫什么称呼 王坤 对你提那哥们吧 我们现在在这边 啊 哎这三角架还是这样 拍摄的 不算一四五五 哦 又这五大 哦 阿法 所以他说那个相机是佛妮里最好 我有一个美能达7D 就是这个钱款 是吧 他的钱款 他说你自己不做相机 他把美能达科尼卡美能达给买了 哦这样啊 他不做相机 他买了这五大 他收购了美能达 然后美能达不做相机吗 我那时候牵签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那有可能把肌肉买过来了 对 嘴巴可以拍 拍吧 去打吧 打一会吧 来 快啊 好丰盘 太给你了 好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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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电动滑板好久不见 等会去这个旁边超市买点吃的 然后跟大家聊聊 我觉得这个特斯拉的存在的意义 就从我这车聊起 这辆车 其实开的挺长时间了 以前呢 算了一笔账 就比如说 开车的时候 这油钱 能花多少钱 我一直觉得 国外的油价要比国内稍微便宜点 其实呢 你要真算下来 其实不是这样的 在国内 咱这个交通比较拥堵 有的时候你就大多数 像我们这个上班的人 上班一般会搬到 离这个上班的地方近点的地方 所以说 一般来说上班呢 开车也不会说特别远 如果是真的特别远的话 加上那堵车那劲儿 一般来讲呢 是不会去开车上班的 所以来来回回上班 下班 来回每天开个二十公里 差不多了 有的时候 多数人呢 就是这个 加油 一星期下次有 一周 加四次有 这每一次加油呢 咱说人民币吧 咱说人民币 加个三四百块钱 一箱 就可能一个月啊 就满打满算 一千多的一个油费 然后我就算了一下 这个 我们传统的这个 汽油车和这个 电车相比的话 电车的优势在哪 就昨天算了一个账 咱就按高韩这个 这个开车的水平来讲 高韩 他跟我说啊 他那个一个月啊 正常点是七八百美金 一个月 咱算一年那就七八千嘛 是吧 一年要花八千美金 如果你开这车 开上十年 你能省八万美金 而这个Model X 他算了一下 是整个税后是 加上退税 十二万多 将近十三万美金 也就是如果他能开十年的话 就每次用电 好像是听着说是能省个 八万美金 把一辆车给省回来了 但是其实也电是掏钱的 但是对于他的说呢 如果说真的是 每次去这些超级充电桩 你要不厌其烦 每次去冲 大概这个 还是能够冲回来的啊 最多呢 真的是 开十年 不出任何意外 你能省个八万美金 车的本身价值呢 是十三万美金 也就是说 你把这车最后呢 实际花了五万美金 如果开十年的话 我算了我这车啊 开了挺长时间了 买的时候呢 花了大概三万多美金 但我平均了一下 我每个月呢 就按照这个开车的这个节奏 每个月我至少加四次 至少 有的时候来美国之后 可能一个月的加五次六次 这样子 每一次呢 是四十美金到五十美金 咱就算多一点 算五十美金 啊 这辆车呢 就是一个月得二百美金 我这辆车呢 是有点混合 所以它这个 还是比较节能的啊 车啊 比较节能 我说是 比较少 一年呢 两千四百美金的油钱 十年呢 两万四 也就是开十年之后呢 我这车的价值啊 可能就是 就是如果按照这油钱 加上这个 刚开始买的费用 呃 往后是增的 就是涨到了五万多 而高含着Model X 本身它的价值很高的 OK 但它最后如果折下来的话 虽然这车呢 它花了有这个十多万 但是过十年之后 它实际上如果说它不花这钱 它开它现在这车 这车对于它来说 只花了三万多买到了 但是如果换它现在这辆车啊 按照它来说的话 太划算了 就这辆车太划算了 有些人一开始买车 会觉得这车特别贵 啊 但是它完全没有计算过 之后要花了一些所有的钱 咱不说这个什么 包括什么 出什么车祸车的保养 咱这都不说 很多车都要保养 这个是都要发生的 咱就是说 从油费上省 十年之后这车 你真正花出的钱 可能就三万美金 但是你开了十年的Model X 这种高级款 但很多其他车呢 像油耗比较重的 像它的mini1 7座车也挺大 像普通奔驰包马 也挺贵啊 说实话挺贵 十年之后那油钱 让你的车本身的价值 相当于你花了十几万美金 你买了一台几万的车 所以特斯拉这款车呢 本身的价值呢 如果按长远来算 真的是不贵 但是这个规则呢 是不适应于任何 就是只开短期车的 就是你开个一两年就换了 这车就有点费了 另外呢 十年之后为什么说是个十年呢 十年之后这车啊 基本上这个电池呢 就该换了 所以电车有它那个巨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它整个零部件呢 尤其是电池损耗是特别严重的 到时候你充满电 不一定能够跑多远 所以我们综合来算的话 你买辆电池到底值不值 咱说往长远算 一定是值的 特别值 任何一辆车你开个十年 跌价可能会跌到 那个车的六分之一的一个价格 任何车都会这样 但是我们生命呢 是有限的 你要不要用你有限的生命 去享受高端的开车体验 同时呢 长久的一种节能减排 同时呢还能保护环境 减少你的开支 我觉得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 如果是我 我有钱一定会买电车 不仅仅局限于这个特斯拉 所以电车贵 其实最后是省 我们平时的油电车呢 中规中矩中间 我们传统的燃烧汽油这样的车呢 我觉得能不买就不买 因为 我觉得你买的不是享受 性能没有电车好 噪音比电车大 油耗比电车重 污染环境 价格还不菲 所以综合而言 电车的出现呢 提升了人们啊 对这个驾驶的体验感 减少了环境的污染 百分之百的趋势 以后很快将会取代 传统的燃油汽车 这是我这个推算 然后呢一会呢 让这个高涵跟大家说说 他买这辆车 还是这辆车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感受 就有点像这个手机的创新一样 以前都用平板 啊 滑盖 现在呢 都用大屏手机 智能手机 这是一种 历史的必然 只不过说普及起来稍微慢一点 就是价格比较昂贵 我期待是如果大家真的了解了这个 真正的这个产品的付出啊 你付出这个东西 我觉得电车普及速度会特别特别的快 实在是太饿了 你看嘛 就像这车就跟人一样有时候 这人呢饿了 就跑到这地吃饭 就像车加油一样 那电车呢 要比这个加油的好处在于 如果你家里啊 有这个充电的地方 你这车呢 可以无时无刻的啊 保持能量充满 起码就每天晚上回去 充着电 不像传送汽油车 时不时的就得出去加油了 这是一个好处 虽然说啊 这充电的速度 没有加油那么爽那么快 但是只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充电习惯 特别省事儿 省钱 哥涵在这个一天之后 嗯 开了这新车 什么感觉 什么感想 车都一样的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他那个内饰啊 好像剪裁了 我感觉 跟我那个原来的那个内饰 呃 有些材质不一样 也不 也不能说剪裁吧 就是材质不一样了 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很新鲜的 新鲜都没有 都一样 配置都一样 配置都一样 但是就是 我上次买 买完那个 那个75D以后呢 嗯 他有个那个 那是升级包吧 就是那个 呃 像一些什么音响啊 还有一个什么防声化的那个 现在都已经变成标配了 不需要那个 不需要升级了 对 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 越来越便宜了 其实价格没有变 他只是说就是说 呃 把原来的那种选配啊 已经变成标配了 就是说你这钱必须掏 都不能选 不要 没有 他是价格没变 他只是给你增加了一些 那个 配置 配置 就是说 其实是便宜了嘛 是吧 以前同样的价格 你不包含 那是便宜了 嗯 但是总价还是 基础价还是没变 对 就是观众朋友最想知道的一件事啊 嗯 其实到今天我也没想通 你为什么要 买两辆一模一样的车呢 因为我太喜欢了 哈哈哈 因为我 因为这台车呢 呃 我当时买完以后 电池买小了 但是 呃 我还不能升级电池 然后 逼得我 因为他其实当 当时中间有个小插曲 小插曲就是 就是我这车不撞了 就是那个 这个翅膀撞到我家 撞到我这儿了 看 撞到我这里 撞到这儿了 然后我就送去修去了 然后送去修 当时以为 得需要三 他告诉我 得需要三个月吧 三个月 然后我一问我 那个 其他的那个朋友 他的车跟我一样的 这个问题 说修了半年还没好 我一想太恐怖了 然后我就 呃 又订了一点 你刚刚不订量便宜一点的呢 我电池不够用 我肯定要 给他把电池升级一下 所以说我订了 重新订了一个100D 那你这两辆车同时开 会不会亏啊 你知道车是都是跌价的吗 不保值啊 亏 所以没有 一开始那个 我们家就 就还有那台车嘛 然后 现在那个这台 正好给那个 给那个 我老婆开就行了 燃效很低嘛 然后我家正好还有那个什么 电池板 对 也是特斯拉的吗 不是 不是 然后平时啊 就用这个充电 然后着急的话 你就去那个 超充充就行了 诶 那我就觉得 你干嘛不让 你老婆只开那辆车就行了 你还给他弄个特斯拉 因为 怎么说 一是 那个 节能环保 二是 呃 这个车反正也是挺 安全系数挺高的 是 呃 好像我看上去的那个评测 好像是 是美国都是各项都是五星的嘛 据说是 最 世界上最安全的SUV 现在反正业务也挺忙的 然后有的时候我自己忙不过来 然后我老婆也能帮我分担一些 啊 客户专门选这个车是吧 不是 坐着舒服 这个车坐着一点都不舒服 但是很新鲜 大家可以觉得很好玩 就是包括美国人他那个 呃有的时候我看着这个车 会帮我省很多的 呃 力气 因为他那个autopilot 那个 会 会让我省很多 怎么说呢 呃 就开车不用那么太累了 哦 哈哈 对 但是你老婆其实开车也安全哈 啊 我觉得这车太好了 哈哈 推荐给别人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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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那个100D的 这款 买这个100D的 对 75D的话我觉得 我觉得电池太不经用了 我不建议你们买买那个75D的 就买就买100D的吧 他那个高性能版本的 那个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就为了追求那么快那么几秒钟 两秒钟吧好像 都比我这个快两秒 其他的没什么没什么用 就是还是很推荐的哈 对 Tesla非常好 我觉得 嘿嘿我也想买 啥时候整一辆 你会拥有的 哈哈 好了各位这就是今天 特斯拉的一个简评 它还是根据 纯生活方面的考虑啊 你可以拍照我觉得内饰吗 你看 拍照内饰有什么 不一样 就我觉得 我把我原来的那个黑色的那个 换成像白色的 但是 但是我感觉这个白色的用不住啊 因为有小孩的话 会 会很快就会弄脏 你看 不过看着挺漂亮的 趁着现在还是很漂亮 赶紧看一眼 我发现就是现在 Tesla卖的是越来越好了 然后买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但是 是 带什么 就是 做工会操吗 它同样价位的话 报价呀 它比那个 那个保时捷呀 比那个宝马呀 都要高 但是它 它内饰做工 它肯定没有那个 德西车做的要好 就是我原来开的那个GIF嘛 然后我感觉它那里面的内饰啊 还有那个皮 皮椅的那个做工啊 我感觉 我感觉好像都是 都是一个厂家出来 跟德国那种 德西的那种车 哎 反正就是弄得很精致 但是那个不在我的这个 考虑的范围 我考虑的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车呢 新鲜感十足 对 然后科技感十足 我喜欢这一点 哎 就喜欢 喜欢就买呗 说的容易啊 嗯 嗯 嗯